據路透社報導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表示 川普總統決心為遭受颶風毀壞的波多黎國提供救災援助 美國總統川普週四表示 政府救災反應人員不能無限期留在波多黎國 這個受到颶風毀壞的美國海外領地 幾小時後桑德斯作出這番表示 川普週四早上發推文說 美國不能讓在最艱苦環境下表現優異的聯邦緊急救援署 軍方及快速反應人員永遠留在波多黎國 川普還借用辛克萊爾廣播集團的電視主持人艾金森的說話 指責波多黎國差的財政狀況